大家好 我是奥哥 有粉丝说一千到两千块钱的三星手机选哪些比较合适 哥哥这边的话个人比较推荐这个s10还有s10家 尤其是s10家假如你的预算在两千块钱的话就非常值得推荐了这个s家 两年前这个手机还在卖六七千块钱 这种国行九九七八再一八了市场拿货已经是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又有粉丝说 你两千块钱是不是太贵了 人家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可以跟大家说那些手机的话 无非就是水货组装或者翻新或者屏幕有点有硬 那种的话就一千四一千五 咱们这个的话是国行 而且屏幕是没有任何老化 而且是原装有气密 你看一下1015用力按压1023 我们这个有七八个点的气密性 我们这个气密性的话还是很高 都是原装防水 所以你要拿一个原装的机子跟人家那一组装 而且还是外版的那些的话 那就没法比对吧 假如你说实实在在你想买一个三星的手机 再用个两三年预算就在两千多 那就推荐这个s10家 s10家我个人觉得这个手机比较经典的 就是他这个后盖的设计 个人 我个人的话特别喜欢这个后盖设计防护盾 看起来特别的舒服耐看 再加上他这个屏幕的话 两年前的屏幕放到现在依然显示非常的细腻 通透啊 现在不是很说那些什么安卓手机啊 又推出什么13啊14屏幕啊 其实那些屏幕的话放到拿来跟这个s10家比 我觉得还是没法比s10家的屏幕 放到现在依然可以吊打非常多的安卓极箭 然后这个手机的话还是可以支持这个屏下指纹解锁 这个是屏下超声波指纹解锁 超声波指纹解锁的话 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手就算很湿的情况下啊 依然是可以解锁 但是这个手机的话 我个人就有点不太喜欢他这个指纹这个按键 有点比较下面 s20家的话 他就有一点改正能给发现 它就比较上来 因为我们正常的手指这样拿手机 它这个手指我们正常应该在这里 我们还要往下专门往下一点点 所以他在s20家这一款手机的时候 他就有点了改进 这个还是人家有一个感性的地方 这个手机我们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他后面这个还有个四个摄影头 这四个摄影头的拍照还是非常的清晰 我们现在拿这个s10家拍一下外面的夜景给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调过来到聚焦拍一下 你点开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晚上夜景拍出来这个效果 我个人非常的满意 我感觉这个s家拍出来这个效果 有些细节处理的话 比我手上那个s20家还要好 最后面我来说一下s10还有s10家这两款手机应该怎么选啊 我个人为了 假如你对这个手机的续航待机要求比较高的话 就选这个s2s10家了s家的这个电池比较大 待机的话就比较久一点 假如你更加边向这个手感好小巧的话 那就选这个s10s这个手机的话 手感真的是特别好 跟那个s20的话 手感基本一样 这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是s11啊 有应该有粉丝能看得出来 这个手机的话 现在拿货的价格跟s10还差不多一样 可能大家都好奇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应该别人呢 因为市场里面 这个货基本就基本就没有 很少很少 一两个月才到一台 所以你想想买一台这个原装的 说实话都比较难找 你可以给大家看 这个的话1015用力按压 这个还是原装有气密 可以说是非常的难找 所以我们拿回来慢慢卖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发了哪些快递啊 今天一共发了 9台s20加s20node10加 然后这些是s10 还有s10加s20u 还有一台 有一台这个是同层s10s加 一共发了9台 我们是每天晚上9点半发货